田中千惠穿妈妈的和服拍茶道戏,一拍四小时跪到腿软。 还是,东森2018最新戏剧《高塔公主》于昨日首度公开主视觉,并于今天发布第一部剧情晚预告,引发网友热议。 剧中饰演化妆品公司CEO的田中千惠,日前拍摄了自己在剧中的开场戏,在现场大展查到记忆,优雅的身段受到全场称赞,让他超害羞。 他第一次在荧幕前穿妈妈的粉色和服亮相,开心地说过去在其他作品中曾穿过戏服的和服,但穿着特别从日本带回来的妈妈的和服还是第一次。 在日本大学时期就学过茶道的她,笑说自己学到的只是皮毛,我当初是为了吃茶点才跑去学的,进去才发现茶道的学问超深。 虽然动作看起来很简单,但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和讲究。 多年没在接触茶道的她,光确认茶具以及茶道基础顺序等,就和老师练习了将近两个小时。 因为光确认茶具和步骤和步骤就有16道程序,而且连角度,力道也有所讲究,这些都全是不能有差错的。 虽然她直呼紧张,但也被老师赞说领悟和记忆力都很好。 从练习到拍摄完成,田中千惠便整整跪坐了超过4个小时,导演看住跪到腿软的田中千惠,又停在日本学查道至少要跪上8小时,大叹日本女孩真的很辛苦。 田中千惠一听立刻开玩笑回,所以我才会来台湾?开玩笑的啦。 此话一出立刻斗笑全场。